提案列表里面有请每个专案去勾那个是否申请资金池 那你看到打Y的部分就是有参与 所以目前应该是四个啦 四个专案 好 那我们再请乙杰 那请Stanley准备 嗨 我是乙杰 然后我是负责总筹 就是我负责总筹升城市AI年会 在今年跟去年还有明年 所以今天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个社群活动 那 字好像有点小 我看一下 对 就是我们有办一个GICOM的读书会 那原因是因为就是虽然叫读书会 但其实它有点像是一个手作坊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不会写程式的人 但是就因为AI 所以我们就有机会可以开始跟AI协作 然后写一些程式 但是因为平常就是它是付费参加的 哦 这是11月的 我等一下赶12月的 就12月有半假 所以大家如果要去的话可以去 然后当天就除了不会写程式的人之外 你可以带着自己工作 或者是生活上遇到想要解决的专案去 然后我们会有一些工程师在现场协助你 但就不保证会解决 只是会协助你思考 好 那我这边分享一些就是之前几次我自己的案例 然后就也有别人的案例 但我主要讲自己的 就是主要是因为我要开童编 然后就是童编会 绿界的界面没有阻挡错误的童编 所以我在半年后接收到了会计跟我说 童编错误要重开 所以我就很痛苦 那我就做了这个童编小工具 就是反正你上传你的 收到了报名童编之后它会比对 然后像右边就会有 OK是没问题的 然后或者是告诉你说童编不存在 或它打错的 就可以去做核对 那这个就也是跟那个GPT 我是用Cloud说出来的 然后再来这个也要感谢Ronnie 这个两阶段验证机器人 是因为他有提供我他的code 然后我就照这个去改写 然后做了一个就是在huggingface上面可以 诶 哦 这是旧的 我已经做出来了 好 就是 就是已经做出来 就是 诶 应该在下一页吧 没有吗 诶 有啦 有啦 对对对 对 就是huggingface上面就有这个画面 然后就我可以选择 哦 这个是说就是因为我们共用管理一个 那个Gmail账号 然后因为它绑在手机上 然后就会一直要传验证码去求 就是我如果我要登录 我就要一直跟我同时要验证码麻烦 所以我们就在这个上面 做了这个验证码的请求 然后验证码会直接发送到 指定的slag频道 所以就蛮方便的 我同事可以直接在网页上 就要验证码这样子 然后另外是 这个是感谢任祥 对 我都在这边窃取资源 所以现在来回馈大家 就是这边是那个 那时候要爬一个色票 然后因为我在网络上 找不到线程的资源 所以需要爬虫 那其实现在有个蛮简单的工具 叫easy scrapper 它是chrome的扩充功能 所以你只要安装了 你在那个网页面上点一点 就可以抓到 但是因为网页的写法不太一样 就有一些没有这么容易抓到 需要做改写 所以那时候就做了一些尝试 然后那天好像有尝试cursor 就还蛮有趣的 所以就今天我会开一个 就是GI讨论的坑 就不管是有写程式 我没写程式的 都可以一起来讨论这样子 好 然后这边就是 我放的网址上面 有一些其他伙伴的 就是的尝试 可以看看这样子 然后希望今天也可以 扩充一些提案 就这样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好 那我们请Stanley 那请Ervin准备